今天毛先生 来电 说陈怀远上国防部告我一转 告我滥勇之前破坏军中将士 他上边成立新军 让我当政工处长 结果陈怀远推荐了个别人 万荣局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陈怀远不让我做政工处长 他万荣局也是乐意做顺水人情 我告诉你们 这些个人没一个好东西 都是端着党国的碗 看了别人国里的法 都想给自己找出路 毛局长电报里训斥了我 让我加紧工作 不要轻易去招惹陈怀远 再过十几天逃半训就来了 你们说共产党会傻到 跟我们谈判不准备过江了 从南宁到离江 坐船不过是一天的路程 大军开进也超不过一个月 从现在开始到四月底 就是我们的死期了 只要陈怀远不投花共产党 不投白布 我们就算完成任务了 李伯儿 从明天开始 你把信名团给我翻过来 所有人的背景来历都给我查一遍 不祥的 可疑的 只要没有关闲 你都可以直接识问 是 不过尽量低调 不要搞得肺肺炎扬的 楚丽言的态度 你们也看见了 虽然我不相信他 但他毕竟也是老军统了 没有证据 又在他的地盘上 真把他惹翻了 也是我们的麻烦 非常时期 安定的局势 还是有必要的 明白 易志伟 到 处理 带走 走 怎么了我 凭什么逮我 走吧 出去啊 我出去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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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兔 你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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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 好 嗯 好 好 好 湘雪 你来了 我小婶刚才是不是来过呀 她人呢 真新鲜 你们俩天天住在一个院里 倒来问我来了 大夫妻们 我呀 还真知道 她 她呀 上我外甥女儿去喽 她去司令部了 听说是去送什么东西 可是这陈司令不是最讨厌鲜兵团的人吗 她怎么能进得去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好像听说 我那外甥女儿告诉她 你要去了之后呢 报出姓名 她就让卫兵放她进去的 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这么深呢 估计是做生意呗 因为我听说她是这个 什么黑市啊 什么的 小雪啊 你这个脾气啊 就是太倔了 你看李曼娥 多会来事啊 你得学着点 我问你 你要是真的喜欢东哥 我去跟你说 你要是想见他呢 我领你去 到司令部了 你老爹还是有面子的 老爹 那我什么时候想去司令部的话 我就找您 您把我带进去啊 没问题啊 那就这么定了 行 我先走了 来了 回来了 怎么不提前来个电话 林参谋长来了 谢谢 把我的军礼物拿出来 一会儿我参谋长要参加一个酒会 这个时候还有心思开酒会 真是前方吃尽后方尽吃 你知道什么呀 是市党部的高委员荣生了 送行的 去吧 小梁 我看时间还有 你先慢慢换衣服 再休息一下 我给我回来接你 不用 快点 来了来了 你把衣服拿上 我们走 你这是干什么 我林参谋长去办公室 谈点事儿 站住 什么人 我姓李 是县民传储团长的太太 司令夫人让我来找她 那夫人请吧 呦 陈司令 您这是要出去啊 我说嘛 我怎么能有这么大的造化 有司令开门迎接呀 我是来找夫人的 太太 司令 是啊 我是县民团储团长的太太 我来找 你出去 司令 出去 怀远 你真是个不知好歹的女人 我的家里 不欢迎县民团的人 走 太太 太太太太 夫人请您过去 哦 来 楚太太 请喝茶 好 谢谢您 我自己来吧 我们家司令最近心情不好 所以说话呢 有些生硬 楚太太别往心里去哦 哎呦 夫人 您说的哪里话呀 我能让司令骂 那是我的福气 再这说了 谁让县民团老跟司令对着干呢 夫人 我们家老楚 可是一直念着司令的好啊 知道知道 要不啊 我也不会求你办事 这次呢 真要谢谢你了 过目一下 这个数目对不对 不用看了不用看了 我还信不过您啊 哎呀 您老说谢 老是那么客气 我跟您说 我这做生意啊 也是为了赚钱 其实要是谢 倒是我 应该谢谢您 对我的关照和帮助 不过楚太太啊 真是神宗广大 这么快就把东西准备好了 这倒没什么 哎 夫人 您准备 怎么把这些东西运出去呢 运出去 嗯 我从来没想过运出去啊 我是交给朋友 让他们赚钱 这些货物我不经手的 夫人真是太精敏了 夫人能把这些东西运出去 我倒想 请教夫人给我指点指点 我也把生意 好做得更大一些啊 楚太太 你说的 这可是沙头的生意啊 别说是给你指点 就连我 从来都不敢想了 夫人说的对 夫人说的对 做人不能太贪心 有点钱赚就行了啊 好 那我就不打搅夫人了 我走了 好 咱们晚上见 晚上去 好 再见 慢走啊 叔叔出去了 小雪 烧衣服呢 小雪 你小婶呢 他出去了 他出去了 出去了 又上哪儿去了 不是不让他随便出门吗 他 慢走啊 你去哪儿了 你不在家好好做饭 你又干什么去了 我得做生意啊 你管得着吗 太烦了你了 你手里拿什么东西啊 我管他 你管他 你管你哪儿来的金条啊 你又在干什么呢 你到底干什么呢 别再给我惹事了 行不行啊 你这是什么呀 我问你呢 你到底在干什么 是夫人给我的 告诉你了 行了吧 什么夫人啊 还有哪个夫人呀 王玉玲 长范远的夫人呀 这 她给你这么多金条干什么呀 她 她让我跟她做一笔生意 什么生意呀 给你这么多钱 你就别问 我跟你说呀 跟夫人做生意 是不会有危险的 行了 我得做饭去了 晚上我还得出去呢 你晚上还要出去 嗯 我跟你说呀 现在虽然表面上张知识 什么都看不出来 但是她暗地里 已经布置了很多的眼线 你别再给我惹事了 我听见没有啊 我听见了 我给你做饭去啊 我得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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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我值班 你回去吧 您都连着值了好几个夜班了 还是我来吧 不用 有什么事我会叫你 是 张组长 我们跟踪李曼娥 我去叶老爹的店买点东西 谢谢 老爹 小雪 杨东哥没来 没用 你找他有事了 这个经常在这碰到他 他这一不来 我觉得挺奇怪的 我看你们俩是有缘分的 老爹 您又乱说了 小雪 你听老爹一句 杨东哥是个好孩子 你是个好姑娘 可你待这个地儿 这不是好人呆的 听老爹劝你一句 赶紧离开这儿吧 年轻轻的 干点什么不好啊 我知道了 小雪 您上两次啊 出去溜达溜达 有什么情况吧 没有 你那么怎么样 没事 谢谢 站住 我是姓冰团的 找梁秘书 储相学怎么回来找梁东哥啊 想男人了呗 我还是 喂 什么 宪兵团的 女的 好 我这就过来 怎么是你啊 我有话让你讲 你干什么 有话在这儿说 我忙着呢 你干什么 你到底要干什么 放手呢 梁东哥 你可以恨我 也可以讨厌我 但有一句话你必须要听我 我听说李漫娥正在和夫人做生意 他们做什么生意我不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李漫娥这个人很可疑 你一定要小心她 储相学 我一直觉得你这个女人固然可恨 是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但今天我知道 你除了可恨还可耻 李漫娥是什么人 你不用操心 她跟夫人做生意的事 第一我不值钱 第二就是我值钱我也不会阻止 这些事不用你造型 梁东哥 你会后悔的 她来历不明身份不明 她 她是什么 她是什么样的人与你无关 储相学意识到梁东哥 可能误会李漫娥的身份 却又苦于无法向梁东哥明书 我会越来越深 夫人 那批货有消息了吗 事情已经办妥了 今天晚上见面就能拿到 夫人 您亲自去 那会不会太危险了 还是我去吧 没关系 我已经安排好了 那也好 今天你值班啊 行 下个外头签个字吧 我到对面的店里边 去送点货 是 喝吧 停 先生您请啊 找 先生 慢走啊 太太 您来了 老地方 一会儿有人问我的话 把太太的房间 好嘞 您请啊 无罪不归来客 先生 您慢走啊 有客到 先生 您几位啊 两位 跟您打听一句 刚才进来的那位太太呢 您说她是主太太吧 是 你认识她 她是常客 您二位是她朋友吧 那不醉不归请吧 不不不 我没约她 就是看着她像 想跟她打个招呼的 既然她是在这儿等客人的 那就不必了 我们就坐在这儿 我给您上茶 别吃啊 那边 我去补救你 是不是 我去补救你 我是不是 我去补救我 好 那边 来 我们到了 先生几位啊 您是包奸还是雅作 楚太太来了吗 您是楚太太的朋友吧 她在楼上等您呢 这边请 跟李漫娥见面的人 是梁东哥 那 那那个人是谁呀 往哪儿知道 你你自己去问问 先生您请 你先下去 一会儿见我 好 梁副官 会不会是陈婉远啊 我怎么看着不像啊 那是因为她没穿军装 你没见梁东哥对她恭恭敬敬的 除了陈婉远 她对谁还这么恭敬我 奇怪啊 他们俩怎么都不传军装呢 笨蛋 她不想被人注意呗 我说你小子这脑子有时候有点问题 他们这么神秘地来见李漫娥 我说李漫娥 老板 有电话 对不起先生 我们这里电话不怪接 这个行吗 好好好 小心 组长 在楼上 不遂不过包间 你敢肯定是梁东哥和陈婉远吧 梁东哥是肯定的 我都认出来了 但是另外一个人 我们只看到她的背影 从两个人的关系来看 我们分析应该是陈婉远 组长 肯定是陈婉远 你带三个人跟我一块上去 其他人守在这儿 是 这个您收好 您进去了 会有人跟你聊 还有这个 您看一下 没有问题的话 一定有什么 好的 您现在提供这个实在太及时了 我们太感谢您了 没什么 我也是做我妹做的 也很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别动 真是难得呀 陈司令和楚太太也做起生意来了 肯定是大胜利 张某也想参与参与 赚点小钱 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张组长要是找陈司令 那你就找错地方了 是夫人 一样的 在我眼里 陈司令和夫人是一样的 那可大不一样 司令是军人 对党国效忠要尽心尽力 而我 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瞒着丈夫 在外面做点小生意 为了改善改善生计罢了 是的 可是不知道 竟是什么生意 会让堂堂的司令夫人动心呢 是小生意 我知道张组长公务繁忙 就不劳您费心了 请便吧 不不不 关心夫人和司令的事 已受了成功之一 万一有什么不小心 损失的不仅是司令和夫人 也会损失党国的颜面 楚太太 为了不让司令和夫人的利益受损失 请你告诉我 你们做的是什么生意 张组长 这是司令夫人个人的私事 你没有权利过问 我是没有权利 但是我有职责 我的职责就是把你们带回县兵团去 直到弄清楚为止 不然的话 你们谁都别想离开 倒卖黄金 这是什么 这是仓库的提货单 难道张组长你不认识吗 什么火 您自己亲自去看看 不就全都清楚了 我现在就要知道 夫人 如果你还不肯说的话 那么就别怪我 自己亲自去查了 随便 来人 去 我说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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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她抢了 我去 那就是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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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竟然做起硫磺生意来了 这么多硫磺 夫人准备卖给谁呀 据我所知 共党很需要这些东西 做炸药 或者治他们身上那些戒窗 很用得着 全世界都需要这样的东西 国军的军人就是铁打的吗 我手是怀允的部队 你认为下家该是谁呢 夫人真是会吃家 要是这样的话 小家大家都能找得到 不过买卖硫磺贩卖黄金 可是犯法的 张某的权力有限 我想还是跟司令商量一下 更为妥当 你什么意思 请夫人和梁彩某少女 合杯查起 顺便等下司令 看看这两个东西 他怎么处理 请不安 张柱 你 能够过 你干嘛 干什么 这是私利的夫人 把钱放下 毁一遍你 放下 夫人 请不安 您也请妈妈出他的 你 出 人都没有看清楚 瞎起什么劲 抓了陈怀元的老婆 让我怎么收掌 族长 既然人也请来了 不如干脆审审看 说不定能审出什么来的 你想审出什么 让司令老婆和副官 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说不定能呢 怎么诊 用刑请他们吃饭 用酒关罪他们 蠢货 王玉玲和梁东哥 肯定不是共党 他们的背景我最清楚 最多不过是亲共分子 族长 那我们给他们请过来 有什么用呢 赌一赌 看看陈怀远是爱她的老婆 还是爱她的部下 董哥 你不怪我说出来吗 怎么会呢 夫人 我都明白 张诗这个混蛋是瞒不住的 我们不痛快回答 他就会咬着不放 可是这些货没希望了 只要我们找到机会出去 可以再想别的办法 你还leri走了吗 我肯定是就会让她eli询不住的 组长 张组长 什么意思 怎么连我都不让进去 陈司令来了 夫人久等了 陈司令见了 不过是些小事 陈司令大可不必兴师动众 既然是小事 那为什么张组长 还要把夫人 弄到宪民团里来 事情随小 但是关系到党国的法治和利益 我实在是不敢擅自做主 这些是夫人做的生意 买卖黄金 贩卖大量硫磺 那有什么 现在有权有势的人 有几个不做这些的 别嘞 一个富道人家 抛头露面不说 还做起买卖了 还嫌不够丢人 陈司令 这个不好办 关键是 这些硫磺 不知夫人打算卖给谁 而且又是这么大的量 如果卖给共军做炸药 那可不知道什么的 我如果要是巨石上报上去 那夫人就会有麻烦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这些东穴 是给怀远的部队 做储备用的 你以为 只有共军的士兵 身上长戒窗吗 你以为我们所有的士兵 像你一样 日子过得舒舒服服吗 别说话 说吧 什么条件 小意思 我希望 我的人 能在贵属畅同无主地 执行我的职权 也希望您的人 能够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 张旨 你休想 两位秘书 我听明白了 张族长的意思是 你的手下 可以在我的司令部 天马行空 可以随时抓我的部下 可以随时折磨他 是不是 森林要是这么说 那可就冤枉我们了 我只不过是 尽忠党国 各尽其责霸 张族长 从你来的那天起 我看你就对我们司令部 是横挑鼻子竖挑眼 看在为党国尽忠的份上 我对你是一人在人 我看你是得寸进尺 我告诉你 你的要求对我来说就是羞辱 你想抓我的人 那好 那拿出证据了 要不然离我远点 陈司令 大哥不必动怒 有失身份 有些事情 我们会商量的做 少给我扯淡 我们在前方卖命 你们在后边干什么 惹是生非 让前方的将士怎么想 别拿着鸡毛当令箭 也别拿着我老婆的事来要挟我 我不吃这一套 我告诉你 他真要是有事 有损党国力 我自会处理 我不管他是不是我老婆 你听着 你要是把我逼急了 到时候 我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们两个 还不赶紧回去 陈司令 这些个货怎么办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当野献 真是太合格了 我就是做这些生意的 张组长 你也不是头一天才知道 这要的下家 是司令夫人 上家不用我说 你也知道了吧 不过是些 有头有脸 有本事 能搞到这些东西的人 你要追查我 我可以如实相告 要怎么处置 你说了算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可就回去睡觉了 好在货款已经到手了 不然的话 我可就亏大了 张组长 我可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 监视我 不过是浪费您的时间 是吗 是 组长 太过分了 真是党国的耻辱 向选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有时候需要忍耐 你 你这个女人 这就是你做的生意啊 你怎么什么都敢干 你干什么呀你 你放开我 你 我救你 放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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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王玉人让你做的生意 就是这个生意啊 他怎么好事不想着你啊 这怎么了 怎么了 你 你 你中我你 你 那刘黄是干什么用的 你知道吗 那是做炸药的你不知道啊 怪不得张迟一直在怀疑你 我现在都受排挤了 你 你们这些娘们就是坏事 做炸药都怎么了 有钱赚就行了呗 你放屁 王玉林他没安好心 这些东西肯定是给对面的共军预备的 你怎么不动动脑子呢 他这是拉你下水呢 得了吧 下水怎么了 你们自己没有本事让共匪跑了 就拿我来出去 告诉你 我不吃你们这一套 有本事的 你们去抓王玉林啊 你还有理了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不能 告诉你 我早就看透你们了 张迟他怀疑我 你也害怕了 我跟你说 我们做我们的生意 你们抓你们的人 抓不着人就来找我的麻烦 门都没咬 你 顾奶奶我才不怕你们呢 张迟你要是怀疑我 你有胆的你站出来啊你 你听他出的什么疼 你站什么你 你躲开我去 你别以为你自己是保密局的 就可以随便怀疑人 我告诉你 这地盘还不定是姓什么呢 让我当你张迟的替罪羊 那算你打错主意了 你才来了几天呀 就欺负到我们家老楚的头上了 我告诉你 他可是堂堂泄民团的团长 你欺负我 我不跟你计较 你算什么东西你 傻了 还有那些 仗势欺人的狗奴才 别以为找着靠山 就连自己的亲戚都不认了 你看我不顺眼就直接说呀 靠着打小报告 还想当上别人的仪太太呀 呸你个狐狸精 臭狐狸精 他本来就是狐狸精 你狐狸精 他本来就是狐狸精 你狐狸精 你干什么呀你 狐狸精 李白娃 你闹过没有 妈痛快了 这回我可舒服多了 你 要干什么 谁又是狐狸精了 你心里明白 别问我 湘雪又怎么你了 谁告诉你是他打的小报告 我从外边回来 金条掉在地上 只有他看见了 你说说不是他是谁 本来就是他 你坐下吧 孟儿 我告诉你 就算是他说的 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 现在宪兵团是内松外紧 你就别给我再惹祸了 你瞧瞧你这没出息的样 我就说你太窝囊了 自从他张迟来到这里 你看看你 还有个团长的样吗 你以为我整天 没日没夜的跑买卖 赚钞票 是为了养老用的呀 我那是给你上下打点用的 不然的话 我凭什么 把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请你的手下喝茶呀 你好好地动的脑子 好不好啊 真的 废话 我跑陈怀远的军营 也是为了你 你不知道啊 掌持十条狼 指望不上不说 还得提防着他 还有 你那个侄女 我说她是狐狸精 你还不爱听 小子死在她的手下 陈怀远 是个老狐狸 而且 她手里还掌握着军权 我带上夫人这条线 你呢 就可以靠着仗 č 我靠着陈怀远 这样咱们就可以两条腿走路了 现在权过上下乱糟糟的 多扑几条路好 你说是不是啊 你说的有点道理 李妍 在这个世界上 一心一意对你好的 只有我一个人 你明白吗 我明白 我当然明白 李妍 你就知道自己 人家整天为你东跑西颠的 也不知道疼人 好好好 我疼你 我疼你 你说我怎么疼你啊 我呀 我想吃老薄饼了 好 好 好 厨团长 这就 亲那子 给你 骂牙 去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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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